2009年的高雄春天藝術检 李國領文教基金會贊助了 北高歌一唱《莫虎長榮》的電音樂會 而且是由譚頓本人來指揮 當時我把它安排在美術館的草坡上 我就取了叫做草地音樂會 第一次這個音樂會在戶外 而且是沒有椅子 席地而出 當時坦白講是倍感 新奇 而且衝擊 第二年我們覺得這個草地音樂會 觀眾的反應非常的好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作品 可以變成電音樂會 賽德克巴萊當時是台灣整個電影 繼《臥虎長榮》之後的另一部大片 當時我跟韋德森導演合作 專屬於賽德克巴萊的電音樂會 台灣終於有一次自己的電音樂會之後 我們開始在想 台灣還有那麼多好的電影 有那麼多伴隨我們成長的電音樂 我們有沒有機會 可能讓它成為台灣自己的電音樂會 在2016年就推出了 影響台灣50x50 2023的影響台灣100x100 尤其是再加上今年剛好是金馬獎 60周年電影是最好的國民記憶庫 每一個人腦海裡面都有自己一個國民記憶庫 大家共聚一堂 有共同的回憶 有個別的懷念 兩個多小時的時間裡面看完100部片 我們怎麼樣能夠穿梭100 我可以跟大家保證 它不會因為只有兩個多小時 會讓你覺得 我沒有經歷過這100年 這100部 恰恰相反 它產生了一個很神奇的作用 它讓你進入這100年的時光隧道當中 影響台灣金馬60電影樂會 9月23、24日在兩廳院藝文廣場 一起聽台灣電影的聲音 tit了一見 阿福 你 不要 把 你 然後